上一个视频中我们定了个小目标 三个月之内通过YouTube的创收认证 并且通过网站广告挣到一块钱 目前我的策略是 先专注于YouTube频道的内容创作 把创作好的视频文字稿 通过AI整理成文章 再配上图片 同步到网站 然后再通过网站的脚本 总结为推文 同步到X 也就是推特 这样我们就可以专心于YouTube的内容创作 同时可以把网站和X的架构撑起来 慢慢养流量就可以 那么我们快马加鞭 出出一切空闲时间 做点视频 发几篇文章 回到AI助手的话题 我们进行内容创作 创意肯定是要自己想 创意想好之后 可以找AI帮助我们印证可行性 明确可能会遇到的难点和挑战 完善解决方案 那么我们应当充分认识一下 现在可以成为我们助手的 AI聊天机器人 这不仅包括红的发子 付费都得排队的ChartGPT 也包括这两天大招频发的微软Bing 以及发布了β版本的Google Bud 选择这三家的原因很简单 GPT是目前最优秀 功能最强大的 Bing是GPT的替代版本 目前可以免费白嫖 Bud是目前最大搜索引擎公司 谷歌的产品 谷歌目前在搜索资料的准确性上 是无可替代的 它也是AI巨无霸 我们完全不用担心Bud的前景 AI聊天机器人是我们未来获取知识 创业办公的最佳助手 利用好AI机器人 是我们未来网络创业的必要条件 这与20年前熟练掌握搜索引擎一样重要 我们把这几个AI的聊天界面打开 排列到显示器上 三个地址分别是 chat.openai.com bud.google.com being.com 三个服务都需要科学上网 其中being的AI聊天窗口 只有在你科学上网 IP在境外 使用A9浏览器访问国际版的情况下 它才会出现 如果IP在国内 即便你访问的是国际版 也没有这个窗口 好的 我们把几个AI聊天窗口全部打开 排列到显示器上 我们先让三个聊天机器人 对比一下自己和另外两个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提前输入好了 我们看看GPT4是怎么回答的 那么首先它总结了 这三个聊天机器人的 这个技术架构 然后又分析了功能和用途 它认为自己擅长 生成连贯详细的文本回答 可以用于写作辅助 信息查询 对话模拟 而BUD更侧重于 创建自然和流畅的对话 以及更深层次问题的理解和回答 那么并应聊天机器人 主要是用于对话 以及快速准确的 回答基于搜索的询问 那么在用户体验方面 GPT认为 GPT力求提供准确有用的信息 并维持有趣的对话 BUD可能更注重对话的自然性和吸引力 而BING聊天机器人可能更侧重于 集成搜索功能和效率 这个回答还是比较客观的 我们现在问一下BING BING的聊天机器人窗口是怎么打开的 我们首先访问BING.com 随便搜索一个什么东西 如果你是用的境外IP 在国际版这个搜索结果旁边就会多一个聊天 这么一个按钮 我们点击一下就可以进来 那么我们看看BING是怎么回答的 BING首先介绍一下自己 然后又介绍了一下OpenAI和BUD BING提了一下他们的特点 它的回答是基于搜索的结果来总结的 也就是说跟这个GPT描述的一样 并更侧重于这个整合搜索的结果 它的回答也相对比较简短 与我们自己通过网络搜索再总结 结果是差不多的 只是它帮我们完成了总结这一步 好的 我们现在看看谷歌的BUD怎么回答 那么与GPT一样 BUD给出的这个回答 相对按钮就非常的全面 并且它还整了一个表格 来说明这三个聊天机器人的特点 BUD认为GPT擅长于生成文本 翻译语言 编写不同类型的创意内容 它的缺点是对事实性回答 可能不准确 然后它认为自己擅长文本 翻译语言和编写创意内容 然后它的缺点是某些情况下 可能无法生成创造性的文本格式 也就是说它认为自己和GPT4 是比较相似的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除了不会画画之外 它要更加接近GPT4 那么B应就是擅长回答一些问题 它的缺点就是 在生成文本和编写创意内容时 不如其他两个语言模型 确实我们看这三个回答就可以知道 B应确实是不擅长这个分析总结的 也就是说 在文案生成 内容创意方面 Chat GPT与BUD是更好的选择 这与我的实际使用体验相同 这里再简单说下它们的区别 Chat GPT更倾向于通过大数据训练 来生成回答逻辑 网络搜索引擎用的是谷歌的Bean 因为微软是OpenAI最大的金主爸爸 它的搜索功能更多是用来补充实时信息 而不是融入到训练模型里 比如我们现在问下GPT4 微软的老大是谁 它给出的回答就是到2023年4月为止 是Nadla 而Bean和BUD则可以很好的实时搜索 我们看一下 它们调用的都是搜索引擎给出的 最新的实时资讯 不过Bean的文案生成功能 AI的智能程度 与GPT以及BUD相比要弱很多 它只适合用来回答简单明了的问题 GPT除了强大的文案能力 分析能力 它还会画画 未来在OpenAI的整合下 它几乎可以做任何事 OpenAI是整个AI行业的龙头企业 它名下有一大堆画里胡哨的产品 关键是个个都牛逼 著名的绘画AI Mit Journey 就是基于OpenAI的Clip 和DialE2绘画引擎开发的 OpenAI还和Github合作搞了Copilot项目 用于智能编程 可以说OpenAI在短期内是无可替代的 那么作为它最核心的产品 也是最重要的统一入口 掌握GPT 摸清楚如何利用它 是跟上技术潮流的必选项 现在我们让GPT为我们本期的话题 三个AI聊天机器人对比为主题 生成一张16b9的图片 我们稍后用这张图片 制作本期视频的封面 那么我们给GPT下达指令 给我生成一张图片 分辨率1920x1080 主题是你和Google Bud 微软逼音的对比 那么它生成之后 我们发现这个效果 我们发现这个效果是相当的不错 我们就直接把它下下来 作为我们本期视频的封面 它调用的是自家的DialE绘画引擎来绘画的 而且是最新版本的DialE3 很多时候只需要简单的指令 就能生成专业的图片 我们频道的logo就是GPT生成的 Bud作为AI巨无霸 以及搜索引擎老大谷歌公司的产品 主要用来对抗GPT 虽然发布的很晚 功能也稍显落后 但它作为原生如露搜索引擎的AI 它的潜力是巨大的 它在很多方面对GPT是有优势的 尤其是涉及到信息的及时检索 谷歌在搜索领域的积累 绝非微软能够相提并论的 所以Bud也应当成为我们经常联系的老朋友 成为我们的做上宾 当然 Bing虽然在智力上远远低于Bud和GPT 但是它有个好处 就是它免费整合了OpenAI的GalE3绘画引擎 我们可以在Bing的聊天窗口 让它直接为我们做图 还可以到Bing.com-create页面 发出更详细的绘画指令 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做图 并且微软爸爸给的资源是无限的 你几乎不用等待 生成速度极快 那么我们现在让Bing为我们本期的主题 生成一张材料图片 内容是聊天机器人为我们画画 那么我们发出指令 Bing你好 生成一张16-9的图片 内容是AI机器人为视频工作的画图 要科技风格的 那么我们看它很快就给我们生成了 那么这一张还可以吧 其他的都与我们的主题不太相关 它的这个绘画能力和对于我们指令的理解 与GPT相比是差了很多的 尤其是它只能生成正方形的 1024x1024的这个图片格式 它没有办法生成其他分辨率的图片 但是这个效果也还是可以的 在很多指令上面 它生成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比如我们让它生成一张海战的图片 我们给它下达指令 那么我们的指令是Bing生成一张图 描述日大兰海战 我们看看效果 它要先生成文案 然后再根据文案生成提示词 再调用DAOE的绘画引擎来作画 我们稍等一下 好的 我们看图片已经生成了 我们点击进去看看效果 是不是非常不错 总结一下 从现在开始 除了搜索引擎 我们还要接触和利用好AI聊天机器人 GPT是当主无愧的首选 不过现在付费订阅都要排队 买不到的兄弟们只有去找中介了 花点小钱保持技术潮流是没错的 如果大家一毛钱都不愿意花 就想白嫖AI 也不是不可以的 Google Bud用来帮助解答问题 生成文案 Bing用来帮助我们绘画 这二者结合起来 获得的体验与GPT相比相差不大 但总归还是有点差距的 我的选择是全都要 成年人不做选择题 我会在以后的视频中更新 如何利用好这几个AI秘书 为我们生成文案 设计logo 生成图片 创意绘画 有了他们的助力 我们的网络小作坊就会如虎便宜 挣点小钱 如果你能利用好AI助手们 只要从茫茫世界中刀中一个创意 你就可以在风口起飞了 宁愿信誉 不如退而结往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